我們紅色禮服的這位 選擇的是卡蒂亞 經典的巨技術品 查理爾作品 這是PASMA的作品 PASMA決定是固執領的一個歌劇作 紫色禮服 他穿戴的是卡蒂亞的水滴造型 和鑽石珠寶作品 OK,LOOK TO THE LEFT 看一下左邊的美女線朋友們 我現在自己的購物欲 比較沒有那麼像年輕的時候 想要買這個想要買那個 但是確實我覺得如果有一樣很珍貴的東西 是你自己很喜歡 然後是你有可能可以收藏的 我覺得如果可以流傳 就是可以傳承給孩子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但不管它是大是小 只要是你身上帶過的東西 它願意保留著 我覺得那都是媽媽的記憶 其實我先生有被我影響 他跟我結婚之前 比較沒有在看珠寶 但他現在真的會懂 他也會知道說 其實珠寶有它的價值 跟它的美感 然後他審美的那些想法 跟觀念 我覺得都有改變 所以我先生現在也是會 幫我看珠寶的人 他不會自己做決定 但他會看 也會研究一下 所以他會貼給你 然後說 欸你喜歡嗎 然後就買給你這樣 他倒是沒有這麼貼心 但是長裙可以 我的兒子真的管我 有點嚴格 就是有一次 他竟然在滑我的手機 就這樣看到我又穿短裙 他說 怎麼這樣說你都不聽 我真的不會原諒你了 然後他就把我的那個照片刪除 才不到五歲耶 還是其實是爸爸偷偷交代他 可是我先生都沒有在管我任何事 怎麼會生一個小孩子出來管很多 很嚴格 然後我現在都說 沒有媽媽穿牛仔褲很長的褲子好不好 我看 看清楚 好這樣 牛仔褲有破洞也不行 有破洞也不行 但是他其實非常喜歡珠寶 我戴珠寶他很懂得欣賞 他都會很喜歡 有時候他也會說要戴在他的手上 但是你兩個兒子啊 會想說要做一個妹妹 很舒服嗎 其實大家都一直這樣跟我說耶 但我覺得我已經非常滿足了 很好了 感恩 戴小孩真的很費體力 姐姐年紀也不小了 我實在是 實在是 體力不好 所以我現在有兩個很可愛的小朋友 我就期待他們健康快樂長大 這對我來說已經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 很習慣嗎 媽媽一定是 他們其實沒有什麼很大的感覺 因為我出去也不會太久 兩天 媽媽也回來了 其實我太早回來